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通过httb请求,调用了Python人脸识别程序。 如果用户签到成功,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根据用户签到所在的地址判断意见。 我们去看一下。 我现在切换到思维导图上面了。 借着这个思维导图,我把这节课的任务简单的跟各位同学做一下介绍。 那么这节课咱们是要根据用户的签到地址去判断一下疫情的风险等级。 那么好在本地宝这个网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H5的页面, 我们向这个页面传入月儿参数,就可以查询某一个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了。 但是查询的结果返回的是HTML。 所以我们要用到一种技术来解析HTML。 那么这个技术就叫做GSHOP。 有了GSHOP以后,我就可以从HTML里边解析出某一个我想要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内容就是我们查找出来的疫情风险等级了。 那么如果是高风险地区的话,咱们还要去发送告警邮件。 这个发送告警邮件的任务是下节课我要给各位同学讲解的。 这节课呢,咱们先把这个功能放在一边。 现在呢,我们是有了签到地址,还有呢,该地址对应的疫情风险等级我们也知道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把这一次的考勤结果保存起来呗。 所以呢,我们去调用地油来保存一下这个考勤的结果就行了。 我现在切换到手册上面了。 这一集的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四章第十九小节。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就是本地宝提供的一个H5页面。 咱们可以到这个页面里边点击下拉列表,输入一下你要查询的程式。 在这个文本框里边,咱们可以输入一下要查询的区域。 那么点击查询以后,大家请看下方的这个查询结果就出来了。 比如说西城区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疫情的低风险的地区。 我们除了在这个界面上点击下拉列表,以及在文本框里边输入这个查询的地址之外, 咱们还可以通过月儿传餐的方式来传入一下咱们要查询的地区。 那么各位同学请看下方的这个事例。 即使呢,往这个婴儿地址里边传入。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位置就是北京的城市编码,那么BJ的话代表的就是北京。 再往下呢,大家请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查询的区限。 好了,各位同学,在这儿呢,我是一会儿切换到浏览器上, 把这个地址呢,输入到地址栏里边。 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查出来西城区的疫情风险等级。 我现在打开了。 我们去看一下在地址栏里边我传入的参数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城市,在这个页面里边告诉我西城区啊,当前的风险等级是低风险。 那么有的同学说,老师你给我演示一下,我要查询东城区的疫情风险等级行不行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我把这个西城区改成东城区,我们看一下。 好了,我按一下回车,咱们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页面的内容呢,更新了。 在这儿呢,这个条件变成了东城区。 东城区现在的疫情风险等级是低风险的。 所以呢,我们在UR地址里边去传入查询的参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查询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去看一下,什么样的标签保存了这个查询的结果呢? 因为它返回的结果还是一个HTML嘛。 咱们要到这个HTML标签里边去抓一下这个结果才行。 所以呢,在这儿啊,我点中右键,然后选择检查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低风险这个标签。 它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签的名字啊,叫做P标签。 然后它并没有什么ID啊,Name那样的属性,只有一个style属性。 这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准确的查找到P标签。 因为在这个页面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标签也是P标签啊。 你拿标签名去查找,肯定是找不到准确的这个P标签。 那怎么办呢?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副标签吧。 这个副标签。 所以呢,我根据这个CSS样式,我先找到复控价。 然后找一下复控价里边的最后的这个P标签。 把这个P标签的内容提取出来,不就是我们查询出来的疫情的风险等级了吗? 通过刚才我实际的演示,各位同学看到了,通过这个育儿传参的方式,咱们可以查询到某一个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咱们要传入的参数呢,一个是这个曲线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城市的编码。 签到的时候呢,小程序会提交过来城市的名字,但是城市的编码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怎么查询呢? 这个简单,各位同学请看。 那么有一张数据表叫做TBCT,这个数据表里边保存了每个城市对应的城市编号,比如说这个ABAS,它对应的城市编号呢,就是AS。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去写一下CQ语句,这个城市的代码给查询出来,这个很简单。 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呢,要通过Jshop解析HTML的内容。 因此说呢,我们还要去往这个pom.xml文件里边添加一下Jshop。 一会儿呢,咱们是加一下这个ELICOO就OK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往持久层里边要写的SQL语句是什么。 在这儿呢,是一个查询的语句。 那么查询的是城市表,然后呢,条件就是城市的名字。 根据城市的名字把程序的这个编码给查询到。 因为一个城市呢,只会对应一个编码。 所以呢,查询出来的结果就是一条记录。 那么大家请看,返回的结果在这儿写的Result Type是一个String。 好了,那么有了SQL语句以后,接下来就是写一下DO里边的抽象方法。 那么在这儿呢,定义的这个方法叫做Search Code。 传入的参数是城市的名字。 返回的结果呢,就是城市的代码。 好了,同学们,那么这些东西呢,咱们就切换到IDER工具上面去做一下吧。 我现在切换到了IDER工具上面,咱们首先去看一下POM.xml文件。 那么我已经提前啊,在这个文件里边加入了JshopElyCoo,其实啊,就是Dependency标签。 那么同学们,你把这个Dependency标签加入到POM.xml文件里边。 然后呢,别忘了右键选择Maven里边的Reload。 这样子呢,这个ElyCoo啊,才会加载到咱们项目里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写一下持久层的代码。 咱们首先呢,去写一下SQL语句。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去找一下Mapper里边的这个TBCTDO.xml文件。 还是老规矩,各位同学呢,找到持久层里边,跟这个TBCT表有关的文件,先把这些文件删除掉。 然后呢,利用这个Mapetits插件重新生成相关的文件。 好了,同学们,这个步骤我已经提前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是把这个SQL语句给写一下。 因为我们写的SQL语句呢,是查询语句。 那我就是放在Select标签里边。 在这儿呢,我们去写一下Select语句。 那么接下来呢,是from语句。 然后再往下呢,是will子句。 那么咱们要查询的数据表啊,是TB下华线City。 然后查询的条件呢,是根据城市的名字去查询城市的编码。 那在这儿传入的参数呢,就是城市的名字。 返回的结果是城市的编码,那就是code咯。 那么给这个SQL语句啊,起一个ID,比如说就叫做SearchCod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规定一下传入参数的类型。 参数的类型呢,是String。 然后接下来呢,规定一下返回结果的类型。 这个结果的类型呢,也是字无串。 好了,这个呢,是我们把这个SQL语句写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切换到DL接口上面。 把抽象方法呢,咱们去定一下。 就是这个TBCTDO。 好了,同学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我已经提前讲好了这个TrayMapper诸解。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抽象的方法给声明一下。 Public返回类型是String。 然后函数的名字叫做SearchCode。 接下来呢,参数是字无串。 那么参数的名字叫做CT就行了。 好了,同学们,你把这些操作给做一下吧。 我现在呢,又切回到手册上面了。 刚才呢,咱们把持久层的代码写完了。 接下来呢,咱们回到业务层去补充一下相关的代码。 那么咱们去看一下业务层里边的check-in这个方法。 上一节课呢,咱们是写了这个方法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咱们去找一下上节课咱们写到什么位置了。 比如说呢,写到这个else1辅分支。 咱们判断出这个人脸识别程序如果返回的结果是处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呢,这个签到的照片跟这个员工的人脸模型是匹配的。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要根据员工签到的地址。 城市的名字去查询一下城市的编码。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通过这个Hashimap获取一下城市的名字。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获得 一会儿呢,发送HTTP请求向幼儿传餐会用到。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根据咱们这个本地宝提供的H5页面。 咱们呢,向页面传入UR参数。 然后呢,咱们就得到了查询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通过Jshop技术从HTML里边解析出来咱们想要的这个风险等级的结果。 那么这些代码比较多,一会儿呢,我就切换到IDER工具上面。 我边写代码边给各位同学做讲解吧。 我现在切换到IDER工具上面了。 那么咱们去看一下check-in-service-impr这个加网类。 那么上一节课呢,咱们是把代码写到这个elseif分支这里了。 根据签到的地址去查询该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 那么在这儿啊,我首先去定一个变量。 比如说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risk,它的这个值呢,等于1。 这个变量值等于1代表的是低风险。 如果值等于2代表的是中风险。 那么同理,如果risk变量的值等于3的话,就代表是高风险。 所以现在呢,我在这个位置设置的risk值等于1,就代表说默认是低风险。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通过这个hashimap参数,取一下传入的程式,还有这个曲线的数据。 那么在这儿我去定一个变量,比如说叫做ct。 那么它的这个值呢,是从这个hashimap里边获得的。 我调一下get的方法,这块呢,是ct。 取出来的数据呢,是要转换成字母串类型的。 再往下呢,我声明第二个变量,来保存一下曲线数据。 这个是个数据。 给你写一下。 那么想上去以后呢,别忘了各位同学,在这儿呢,是要转换成字母串类型。 那么现在我知道了程式,也知道了曲线。 接下来呢,我去判断一下,小程序签到的时候,上传这两个数据是不是空值。 如果不为空值的话,咱们就要去进行这个疫情风险等级的查询了。 那么在这儿我写一个一副语据的判断。 我借助于String YouTube这个工具类里边的IsBlank方法,来判断一下,比如说City这个变量的值是否为空值,或者说是空字无串。 那么在这儿我把这个表达是取反,就代表说它不为空,也不为空字无串。 好了,这是判断了一个变量。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判断另外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就是曲线的数据。 那么前面也是加上一个取反。 好了,这两个变量都不为空的话,接下来我就是要去查询一下城市对应的代码。 得到了这个代码以后,我就可以发出HTTP请求,向那个本地表的网页传入查询的参数了。 那在这儿需要我们去调用一下DO。 这个DO的引用我们要去声明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去找一下变量声明的位置吧。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声明一个私有变量,叫做TBCTDO。 好了,把这个变量的名字给规定一下,别忘了是要加上AutoWear的注解,对吧。 DO呢,咱们有了引用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调里边的方法了。 那么咱们就是通过这个CTDO,我们去调一下SearchCode的这个方法。 传入的参数呢,是城市的名字。 得到的结果就是城市的编号。 好了,我定一个变量code来保存一下查询的结果。 接下来呢,我们要写Jshop代码去发出HTTP请求,查询一下疫情风险等级。 那么这些代码呢,是有异常需要我们处理的。 因此说呢,在这儿我先加一个TryCatch语句。 把我们的这个异常呢,先补获一下。 比如说ExceptionE,OK,这个没问题,对吧。 那么咱们把这个Try语句里边的内容给写一下。 我先把这个界面扩大一下。 比如说呢,我先把这个发出的请求这个用途。 然后在这儿呢,是用了自无串拼接。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呢,就是城市的代码。 然后接下来呢,曲线的数据我也是拼接上去的,对吧。 这个都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呢,我们就要发出HTTP请求了。 然后把它返回的HTML,咱们通过Jshop解析一下。 所以在这儿呢,这个代码是这么写的,Jshop。 然后呢,我们去调一下它的Connect方法。 然后传入的参数是UR。 那么发出的请求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GAD类型了。 那么这个请求发送出去以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HTML。 咱们呢,把这个HTML代码保存到变量里边。 这个变量的类型啊,叫做Document。 各位同学可不要捣错包了,是Jshop里边的Document。 好了,编量的名字也叫做Document。 现在有了HTML以后啊,我们要通过CSS去查找里边的DIV标签。 那么刚才呢,我给大家演示本地宝的这个数据查询的时候。 那么我们去抓这个代码,发现有一个DIV标签里边包含了两个P标签,对吧。 其中最后一个P标签就是查询的结果。 所以首先呢,我去找到这个DIV标签。 我根据它的CSS样式来查找这个空架。 那就是getElementsByClass。 我们去找一下对应的这个方法。 对,就是这个方法。 注意这个方法叫做getElements。 所以它查找出来的内容呢,是放到一个集合里边。 不管你查找出来的空架是一个空架,还是两个空架。 Elements集合里边取出第一个元素,就是我查找的这个空架,对吧。 好了,把你的CSS表达式给写一下。 那个CSS的名字叫做ListContent。 OK,这个就是我要查找的CSS对应的那个空架。 然后呢,查找出空架,我刚才说了,是保存在Elements里边。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去声明一下Elements。 那么类型呢,大家导包别导错了。 好了,我把别量呢,给声明出来。 现在有了Elements以后呢,我要去判断一下Elements里边元素的这个数量,是否是大于零呢。 所以在这儿呢,我去判断一下Elements,它的这个Size如果是大于零的话,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取出其中的第一个元素。 所以呢,Elements.get,然后取出其中的第一个元素。 这个Jshope类型的Element,对,就是它。 然后把变量呢,起好名。 我去查找最后的那个P标签,在这儿我就可以写CSS选择器了。 大家看好,在这儿有一个Select,里边呢,可以让我写CSS选择器。 那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去查找P,然后呢,给一个尾类,这块是Last Child的, 就代表说呢,这个DIV里边最后的那个P标签,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找到这个P标签以后,我要得到这个P标签的内容, 那就是调一下Text的这个方法。 好了,现在呢,这个疫情风险等级,我已经查询出来了。 那我是定一个Result变量来保存一下这个结果就行了。 然后呢,我根据Result变量的这个值呢,做一下判断。 如果这个Result的值是高风险,那么我们把这个Risk变量的值设为3。 如果是中风险的话,那么Risk变量的值呢,就是这个2。 那么如果是低风险的话,Risk值就是1就行了。 好了,同学们,咱们来写一下这个一幅语句吧。 在这儿呢,我们去判定一下高风险。 好,然后是ECOS。 那么它的这个比较对象是Result。 如果Result的值等于高风险,怎么把这个Risk它的这个值呢,设为是3。 同理的话,咱们还要去发送告警邮件。 那么接下来呢,我把另外的一个条件分支给写一下,就是elseif。 那么这里边的表达式呢,我从上面复制一下,然后修改一下内容就行了。 在这儿呢,是咱们把一场记录在日志里边。 并且呢,我还要上抛一个异常。 在这儿是throw,然后是newemothexception。 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根据签到地址去查询疫情风险等级的这么一个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要把这个签到的结果保存到数据表里边。 保存的这个内容呢,有这个签到人的ID啊,还有这个签到时间,签到的结果。 比如说是正常签到啊,还是迟到,再有呢,就是你签到的地址啊,地区啊,省份啊,城市啊,这些数据。 最后呢,还要保存一下签到的日期,以及这个风险的等级。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去创建一下po州类的对象。 把要保存的数据呢,保存在这个po州对象里边。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调用地油里边的音字的方法,把这个数据呢,保存到签到签到表里边。 好了,同学们,那么咱们就是去写一下相关的代码。 那么因为我要去创建po州对象,往这里边保存咱们签到的地址信息。 所以呢,我要写代码,从哈希Map参数里边取一下这些签到的地址。 那么比如说,首先我去取一下address数据。 那么在这儿呢,是通过这个prime来调一下这个address参数。 好,我把这块的数据呢,给写一下。 别忘了,是要把这个数据类型做一下转换。 那么同理的这样的操作呢,还有这个国家的数据呀,省份的数据。 咱们都是要通过这个哈希Map来取出来。 现在呢,我已经把国家和省份的数据给取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去创建一下po州对象了。 在这儿呢,我去创建是tbcheckin这个对象。 好嘞,那么比如说这个对象的名字呢,就叫做entity吧,代表实体。 然后我们去new一下这个tbcheckin对象。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往这个po州对象里边设置各种数据了。 比如说呢,我们去设置一下userid,掉一下siteuserid这个一下签到的地址。 那就是siteaddress,把这个address变量呢传进去。 然后呢,去设置一下国家。 那掉的这个方法就不用说了,是sitecountry。 然后把这个country数据呢传进去。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省份的数据,就是siteprovince了。 把这个province变量呢传进去。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设置一下城市的数据。 那就是掉一下sitecity,然后把这个city变量传进去。 再往下呢,就是把这个曲线的数据呢给传进去。 那就是site,然后掉这个方法。 我们把变量传一下就行了。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签到的这个结果。 你是正常签到啊,还是迟到。 那么如果是矿工的话,你是签不上到的。 所以呢,就是不用去管这个矿工它的类型是什么。 矿工是没有签到数据的。 好了,那咱们就是entity,然后sitestatus。 这个status呢,咱们把这个变量给掉一下。 因为这个status变量在我们当前这个加网类里边声明的时候, 它的类型啊,是int类型。 但是我们这个portal类,它的这个status变量的类型呢,是byte类型。 在数据表里边啊,status这个变量的类型是tinyint。 所以呢,在做这个RM映射的时候,那么portal类里边的status变量,它的类型就是byte类型。 在这儿呢,去掉一下sitedate这个方法。 那么传入的数据,它要求是一个date对象。 在这儿呢,我要跟各位同学多说两句了。 那么我去打开咱们这个portal类,咱们去看一下。 其中的这个data变量,咱们看类型呢,是data类型呢。 在数据表里边,这个data字段它的数据类型就是一个日期类型了。 然后下面的createTime这个字段,在数据表里边是datetime类型了。 但是在加网里边啊,没有datetime类型。 所以呢,这个你数据表里边的datetime类型,应生成portal类的时候, 它就找了这个日期的这个类型,就是data这个类。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数据表里边啊, 这个data字段它的类型就是data类型。 那么保存的数据就是日期,不包含时间。 但是大家看一下,如果我映射成加网里边的日期类型的话, 加网里边日期类型除了有日期之外, 而且还有这个小时分钟秒,还有毫秒, 这些信息呢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呢,正确的一个ORM映射的类型呢, 就是把咱们数据库里边data类型的字段, 映射到加网的strain变量上, 我觉得这样的映射是对的。 所以在这儿呢,我把这个类型呢改成是strain类型。 这样呢,就只保存了这个日期的数据, 并不包含什么这个小时分钟秒毫秒之类的, 对不对? 好了,那么把这个portal改完以后呢, 我去调setData, 这里边呢就要传一下当前签到的这个日期了。 那这个简单,我通过DataYouTube, 然后去调一下today这个方法, 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日期字无串咯。 那么把这个日期字无串传给satData这个方法, 不就没问题了吗? 好了,最后呢, 我们要往这个pojo对象里边设置一下createTime变量的数据。 那这个简单, 第一呢, 是我们之前创建过的一个签到日期的对象, 那把它给引用过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通过调用check-in-do里边的音字的方法, 把这个签到的数据呢, 保存到数据表里边就行了。 这些课的代码呢, 已经写完了, 那么咱们检查一下之前我们写的这些语句呢, 有没有这个错误的地方。 其中呢, 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我笔物给写错了, 就是判断这个地址如果是中风险地区的话, 咱们应该把这个risk的值设为是2, 而不是说低风险把这个risk值设为2, 所以这个位置呢, 应该把低风险改成中风险。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的任务呢, 咱们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一节课我来告诉大家如何去发送告警邮件。 それ就有点好准备的照片。 准备! están好准备! 小启 好准备! 我把相当的存在在看上下全面上看出了! 最高峰件的 Shoot recommended! 有点好准备!